中间这个LG的C3建设用了整一个月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感受 咱们有到哪说到哪 排名部分先后 它有4个HDMI 2.1的接口 有一个接了右侧的台式机 台式机用的4080响卡 如果你用的是30系或者40系的响卡 对它支持的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老响卡可能就不一定了 具体得查一下 好像有一个功能老响卡是没有的 左侧我还接了一个PS5 用的就是PS5自带的那个2.1的线 是没问题的 而且这台电视的功能是很顶的 PS5的几乎所有的功能它都有 像什么4K 120刷新率 VR自动低延时 还有杜比全景声 还有杜比世界 杜比世界目前PS5不支持 然后左下角的这个switch 虽然它是2.0的 但是我也可以用它来接 显示效果也不错 我也没开什么补针什么的 默认效果 画面帧率什么的都挺舒服的 三台设备三个接口 还有一个HDMI的2的一个接口 它可以用来接呼音币 但是我没有 那我声音系统是怎么接的呢 这一对音箱 它是没有光纤输入的 目前我用的是博西的K5 Pro 还有我之前用的那个双木三菱的D6接码器 现在走错后了 USB有点问题 回来用内容 它俩都有光纤输入 这台电视它有光纤输出接口 花20多块钱买了一条光纤线 接到这种前置接码器上 然后再用接码器接一对音箱 声音效果非常的不错 双木三菱的D6 一千块钱 比这个核心三百块钱 播放声音的效果是要好一些 那这是声音机 这个RG的C3呢 它自带杜比全景声 花认支持杜比在PS5上也能开启 它也自带音箱两个十瓦 其实也有点味 有点杜比味 但是跟这对两千多块钱的音箱比起来 再加上一千块钱的解码器 它还是低 虽然这对音箱再加上解码器 没有杜比味 也没有什么环绕 但是它的声长很大 玩游戏增加效果更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对音箱 我不买解码器 用电视自带的效果其实也还行 比一般的很多显示器的效果都好很多 相当于是一个蓝牙音箱吧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长条的蓝牙音箱 有15 20瓦 好 下面说说价格 这是RG的C3 42英寸的 从京东自营买的 双11买的 花了6500 花6500买这么一个东西 开始我也觉得贵 用了一个月 我推荐大家 如果是普通用户 没有必要买 用了它之后 我觉得27英寸的4K60的显示器 1000多块钱 这才是主流 因为你花了那1000多块钱 能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 那我为什么还要买呢 因为我之前体验过4K60 家里边有4K60的显示器和电视 想体验一下4K120和VR 想体验一下这个OLED 另外还想体验一下很多玩家都说好的 这个RG的C2或者C3 也就是花更多的钱去体验一些 之前没有用过的东西 就是这个目的才买的它 我含着一句话 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 目前123、134的4K60 IPS的显示器 27英寸的买一个品牌好一点的 就够了 没有必要追求花这么多钱 去追求这么一个玩意儿 好说下一个 这个距离 我是放在这个电脑桌面上用的 这个桌子的尺寸是1米6×80 这个电视是可以壁挂到墙上的 但是我没弄 我就给它放在桌面上了 挺稳定 高度什么的也合适 像我平时操作电脑 这个距离是没问题的 玩游戏的时候 这个椅子最好是往后拉一下 看电影的时候 这样能看见全局 一眼看见全局 如果处理电脑温挡 可以距离近一点 好 下一个话题 说说它的HDR 这台电视的HDR很厉害 是我目前见到的所有的HDR10 HDR400还有HDR600 比这些要高很多很多很多 咱们以PC版的生化危机为例 如果我没有开HDR 也是可以看的 默认正常玩 当我在Windows里面开启了HDR 如果游戏不开启HDR 整体是泛灰白的 当我在游戏设置选项里面 打开了HDR之后 那些灰白的颜色 全变成了黑色 特别干净的黑色 那个字幕是白色的 也就是黑白反差 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个感觉那个味特别棒 这个和普通夜晶电视 是不一样的 夜晶电视它这个最高亮度 它是很亮的 那黑色的也很亮 但是这种OLED的 即便是开了HDR 它的黑色也是纯黑 对比度很强 但是不刺眼 很舒服的感觉 整个画面会特别的清晰 然后在PS5上 默认也是打开HDR的 因为很多游戏都支持HDR 但是这台电视 在PS5的HDR 我没有太明显的感知 我之前用的那些 都是液晶的显示器 一旦开了HDR 它的亮度就会调到最大 整体感觉会变亮 但是这台电视 在PS5上开HDR之后 没有那么刺眼 也说不出来什么变化 是有变化 但是就是变得很舒服 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只有好的感觉 我词穷了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感觉很自然 很舒服 整体上画面很好 好在哪 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懂的同学给讲讲 下面说说 拿RG的C3电视 做文字处理用 合不合适 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敢拿这个RG的C3电视 去处理电脑的文字文档的 后来经过一番调教之后 这个家伙被我驯服了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亮度调低 颜色变暖就行了 另外电视它会自动识别 当前是PS5还是Switch还是PC 当我把这个PC的色彩亮度调好了之后 当我切到PS5的时候 它会以PS5的亮度来显示 当我切回PC的时候 它会按照PC的亮度来显示 这点很智能 下面分享一下 我的设置很简单 画面模式我用的是标准 然后多了一些用户设置 比如高级 在高级里面可以调亮度 亮度是40 其他都是默认值 还有这个色彩 色彩这里边有一个白平衡 这个白平衡 默认色温好像在上面比较偏蓝 开始我也用了一段时间 后来有同学建议我调一下色温 给它调到最下面50 这样看着就舒服了 比较偏暖 管它色彩准不准 看着舒服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色域 色域我也没用什么原声动态 Adobe就用了一个自动检测 区别不大 像剩下的色调深度 我都没调 之前我还开过减少蓝光 也挺舒服的 但是颜色偏的有点严重 后来我就关掉了 直接手动调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调的东西 这个REC3接电脑显示文字 显示文本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问题 它经常会有一个虚边 比如说你打一个数字的1 或者大写的L的时候 那个竖道 它的左边会有一个红线 我不知道怎么调 据说可以优化 我调了半天也没调过去 可能是和Windows有关系 这个我试过给它放大到200% 150% 它都有这个序标 有懂的同学 建议评论区说一下 另外我现在用的是150%的缩放 我感觉这个比例挺好 画面面积也很大 文字也很大 我之前那个27英寸的4K 我用的是200% 相当于是1080P的面积 现在这个相当于2K的面积 4K的分辨率 懂的同学就懂了 不懂同学也没关系 说下一个话题 这个电视 它支持PS5和Xbox的那个VR 它也支持Windows电脑上 就是电脑上用的 FreeSync和NV的G-Sync 我用的4080显卡 可以在NV面板里面 打开那个G-Sync 兼容G-Sync 这个G-Sync是干什么用的 当咱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这个屏幕 比如说是120Hz的 但是显卡算不过来 有时候70 有时候60 有时候80 那这个画面就不稳了 会抖 会撕裂 这个G-Sync就是干这个是用的 那个VR也是干这个用的 它可以让你帧率虽然在浮动 但是画面很稳定 它是这个技术 它需要游戏支持 或者是显卡支持 屏幕支持 都支持了才可以实现 但是当我玩英雄联盟 这类的能达到七八百帧 我这屏幕才是120帧 120Hz 像这种情况 当游戏的帧率远高于屏幕 最高刷新率的时候 这个VR和G-Sync就用不着了 好 下一话题 算是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每次开机需要用遥控器开机 遥控器关机 然后用遥控器去切换下面的输入源 是电视还是PC还是Switch 虽然它之前有过一个功能 墨镇是带的 当开启的PS5 自动切换到PS5的输入源 当开启PC 自动切换成PC的输入源 这是可以设置的 但是我给关掉了 还是手动控制的会舒服一些 更可控 另外它输入源这个名字 PC 还有PS5游戏机 任天堂Switch游戏机 这都是它自动出来的 这点很智能 很不错 另外在PS5里面 可以打开HDMI关联选项 我把那个关掉了 如果想打开的话 就是你开PS5 它会开电视 好像也可以一开电视 开PS5吧 也挺智能 默认都是打开的 我给关掉了 那个在PS5里面 有一个开关设置 以上就是用了一个月的一个感受 整体上感觉很好 我现在基本上拿这个RG的C3 作为我的主力显示器 或者主力电视 打游戏 看电影 文字处理 我也用它 虽然文字处理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感觉可能会容易烧平 但是我也不想用右侧的那个了 右侧那个显示器有点憋屈了 看大的看习惯了 右侧的那个小的27英寸 就感觉有点憋屈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两块屏幕 其实都是RG的面板 左侧是RG的 右侧虽然是AOC的 但是它也是用的RG的面板 显示同一张图片 色彩上多少也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从观感上来说 还是左侧这个好 黑色 你看左侧企鹅 那个脖子那黑色特别黑 右侧这个就有点灰 还有眼睛 还头上的那块黑 还有红色 就感觉颜色特别的稳 右侧其实也还好 如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右侧这台显示器 我是两年前买的 也花了25006 这东西就是这样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还是那句话 主流用户 你看像买一个1000多块钱的 像LG的或者AOC的 或者是常规的 4K60的 足以能满足绝大部分功能 什么120赫兹不重要 什么VR自动低延时 那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你就打一个4K30帧 或者4K60玩游戏 关于它便宜 性价比高 是不是 而且还不用担心什么烧屏 什么这个那个的 左侧的这台是6500 右侧的这一台现在如果买新的 也就打1300 1500 差了四五倍 对不对 就还是右侧这个主流是走量的 整体上挺满意的 也有缺点 缺点主要就是贵 还有一个是怕烧屏 其实怕烧屏也主要就是贵 如果你用了两年 它是三年烧屏管换 你就用三年 三年以后万一真烧屏了 你再买个新的 如果你要有钱的话 这都不算个事 到时候又有新的技术了 据说RG的C4也快出了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电话 好像支持144的面板了 整体上挺满意 画面效果各方面都挺 这个不是厂家做我告 我用了一个月 有一些感受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新感受 再和各位分享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我们下次见